历史上最成功的小三,从门客到秦国准驸马,只用了一招,说起古代宫廷里的那些事,咱们今天聊一个绝对劲爆的话题,秦始皇他妈和一个假太监的风流月事,这事说来可真是让人瞠目结舌,不仅差点改写了秦国的历史,还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教训,欢迎收看本宫八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。 当时,一个叫烙矮的小子和秦始皇的秦马赵姬,这俩人搞在一起,闹出了一段惊天动地的绯闻,最后还差点把秦国给搞垮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这个烙矮到底是何方神圣,他有什么过人之处,能让堂堂秦国太后为他神魂颠倒,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韦,给他生孩子,咱们先来说说赵姬这个人,他原本是吕不韦府上的一个歌姬,长得花容月貌, 唱歌跳舞样样在行,吕不韦为了讨好秦国的质子一人,就是秦始皇他爹,就把赵姬送给了他。 你别说,这一送还真成了,赵姬没多久就怀上了,生下了咱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,那时候秦国和赵国打得火热,赵国把一人当人质扣在邯郸。 多亏了吕不韦出手相助,一人才得以逃回秦国,可怜的赵姬和小嬴政只能在邯郸东躲西藏,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,这苦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,直到一人当上秦王,才把他们娘俩结了回去。 后来,一人没几年就嫁和西去了,才十三岁的嬴政稀里糊涂就当上了秦王,一个半大小子能掌控得了大秦这么大的摊子吗? 于是乎,朝政大事就落到了太后赵姬和宰相吕不韦手里,赵姬这会儿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,守寡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,于是他就跟吕不韦这个老相好又勾搭上了。 两个人你弄我弄,搞得不亦乐乎,可随着嬴政慢慢长大,吕不韦心里直打鼓,生怕这事儿被小皇帝发现,于是这位精明的老狐狸想了个损招,他手底下有个叫烙矮的门客,长得那叫一个俊俏,关键是那活还特别厉害,吕不韦一合计,干脆把这小子介绍给赵姬,自己好脱身,你别说,这招还真灵,赵姬一见烙矮,那叫一个惊为天人, 立马就对吕不韦失去了兴趣,可问题来了,烙矮是个大老爷们,怎么能随随便便进后宫呢? 吕不韦这个老滑头又想出了一个损招,他跟赵姬一合计,贿赂了宫里负责给太监动手术的人,让他们假装给烙矮行了宫行,其实就是把胡子刮干净了事,就这样,烙矮摇身一变,成了个假太监,顺利住进了后宫,赵姬这下可害了,整天跟烙矮腻在一起, 古代没有什么避孕措施,这么个天天混在一起,能不出事吗? 没多久,赵姬就发现自己怀孕了,这可把她吓坏了,一活太后,死了丈夫多年还能怀孕,这不是天大的丑闻吗? 但是没办法,赵姬已经对烙矮死心塌地了,说啥也要把这孩子生下来,他灵机一动,找了个理由说自己在秦王宫住的不舒服,找人算了一罐,说是八字不合,就这样,赵姬搬出了皇宫,到秦国的老都城雍城安顿下来了,要说这烙矮要是能安分守己,没准还真能过上神仙式的日子,可惜啊,这小子是个没出息的主,尝到了全室的甜头,他的野心就按捺不住了。 有一天喝多了,居然在大臣们面前吹牛说自己是秦王的假爹,你说这不是找死吗?这话没多久就传到了嬴政耳朵里,嬴政一听这话,那个气啊,自己的亲妈跟个假太监稿子一起也就算了,还给自己添了个弟弟,这要是传出去,大秦的脸面王乃哥,落矮知道事情败露,居然还想起兵造反,可他哪是嬴政的对手啊,没两下子就被摆平了,嬴政可不是个心思手软的主, 立马下令把落矮和他的同伙都给办了,更狠的是,连落矮和赵姬生的两个孩子也没放过,全给装麻袋里打死了,赵姬呢? 虽说是亲妈,可做出这种事,嬴政也是动了真火,虽然没把他怎么样,但是把他关起来了,这一关就是一辈子,这事闹得是沸沸扬扬,给秦始皇的心里留下了不小的阴影, 有史学家认为,这可能是秦始皇后来严厉打击宫廷阴谋,打兴焚书坑儒的一个重要原因,再说回落矮这个人吧,有人可能会问,这家伙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,能让堂堂秦国太后如此痴迷? 说实话,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记载并不多,但是根据实际的描述,这小子确实有两把刷子,首先,落矮长得帅,这是毋庸置疑的,在那个看脸的年代,一副好皮像绝对是加分像, 其次,这家伙在床地之间的本事似乎相当了得,据说他有个特殊才能,能让阴官同轮而行,这话怎么理解呢? 有人说是指他那活特别厉害,能让女人欲罢不能,还有人说,这是指他有特殊的技巧,能带来与众不同的快感,不管怎么说,落矮显然在这方面很有一套,再加上他年轻力壮,赵姬又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,两个人一拍即合,这不就擦出火花了吗? 仅仅有这些还不够,要知道,赵姬可是见过大十面的人,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迷住的,所以,落矮肯定还有其他的过人之处,有史料记载,这小子很会来世,懂得讨女人欢心,他不仅会说好听的,还懂得投其所好,经常变着花样取悦赵姬,赵姬虽然是太后,但实际上她的生活可能并不如外人想象的那么精彩, 整天待在深宫大院里,身边都是些太监宫女,哪有什么乐子,落矮的出现,无疑给她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,两人年龄相仿,又有共同语言,这么一来二去,感情自然就神了,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,落矮虽然是个门客出身,但是能被吕不韦看重,本身就说明她不是等闲之辈,她可能在才学方面也有些造诣,能跟赵姬谈文论道,这样一来,赵姬不过来, 不仅在生理上得到满足,在精神上也有了寄托,难怪会如此痴迷,说到这儿,可能有人会问,赵姬就不怕事情败露吗? 其实,她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顾虑的,但是她已经当了太后,地位尊崇,手中又有实权,再加上有吕不韦这个老狐狸在背后周旋,她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,可惜啊,她太低估烙矮的野心了,这小子尝到了权势的甜头,就想更进一步,她不仅在赵姬面前吹嘘自己的能耐,还想方设法勾结朝中大臣, 要不是她酒后食言,说不定还真能在秦国朝堂上掀起一番风浪呢? 在出宫后的三年,赵姬一共为烙矮生下两个孩子,而烙矮这个人富瓶子贵,她也接着赵姬的权势就开始作威作福起来。 当时的吕不韦靠着自己的努力,火封闻信侯,想落洋十万户的封地,烙矮认为自己也应当与吕不韦所得不相上下,而且在朝堂之上,她要想要插手获得权力,于是秦国的朝堂一时之间就被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左右着,嬴政当时还小不好发作,当这种屈辱又岂是寻常人能受的,在她长大逐渐掌握权力之后,很快就处置掉了这两个障碍, 烙矮毕竟事情小明,有了点权势就会得意忘形,她在秦宫想尽了荣华富贵还不算,甚至将自己的封地太原郡改称烙矮国。 如此狼子野心又让皇帝怎么能容得下的,而且烙矮自己与赵姬有了两个孩子,就蒙动了篡位之心,只不过嬴政早有防备,在她采取行动之前,就先一步除掉了她的党羽,烙矮这个人嬴政自然也是不会就此放过的, 她在被抓后被判处了车裂之刑,整个一族也被连过端了,她的所有党羽杀的杀,流放的流放,据史书记载一共处理掉了四千多人,这也是嬴政掌权之路上的重要环节。 不过经此一事,她与自己母亲赵姬的关系自然也是降到了兵点,嬴政对于这位常年只顾自己欢乐。 不过儿子脸面的母亲也是没有太多感情,处置完烙矮之后就将赵姬移出了咸阳,眼不见为敬,而赵姬的另一个老情人吕不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 毕竟烙矮这个狼子野心之人也是吕不韦送过来的,知道这一点的嬴政自然不会就此放过的,处置烙矮的时候吕不韦也受到了牵连, 只是他与嬴政的父亲一人有恩,对秦国也有诸多贡献,于是在众大臣的求情下,嬴政还是对其网开一面,只是重负的待遇不在,让他就此告老还乡了。 据史记记载,吕不韦回乡之后依然不安分,借着自己的功劳就大肆炫耀,这些事情传到嬴政而立,就引起了他的不满。 嬴政特意写信斥责吕不韦,表示他与自己有什么关系,对秦国又有何贡献,居然就改用重负自称, 吕不韦收到信后知道自己已经被嬴政盯上,命不久矣,所以干脆一杯毒酒了结了自己。 老矮和吕不韦两人都是死于不安分,他们借着赵姬的势力兴风作浪,但却没认清这个国家真正的掌权这是谁, 嬴政要获得权力,更好的统治国家,自然对这些潜在的危险因素不会放过。 而像赵姬这样的母亲,为了私欲就做出会乱后宫之事,最后就是失去尊严,也失去了与自己孩子的母子情分,欲望如火,可以温暖人心, 但如果不加控制,也会烧毁一切,老矮和赵姬的故事,无疑是这句话最好的主角。